還有不到一個月就是美國大選 我們《信報》的專欄作者丁學良 撰寫了一篇文章《寧簡特朗普,不要賀錦麗》 我們第一個假設是 美國大選的結果將會是賀錦麗團隊勝出並順利主政 在10月4日的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ECFR報告 表達了國際上大多數致富者的觀感 很多人對於他的團隊的外交政策走向了沒有明確的判別 在成為副總統前 何錦麗毫無對外事務的重政經歷 成為副總統後 他一直都在拜登政府的大傘下 是一個不一樣的人物 在競選期間 他沒有特別表達過任何特別的外交政策意向 時至10月8日 他接受了ABC電視台The View節目採訪 他甚至回答不到任何一項政策上 將會與拜登政府有甚麼不同 所以比較保險的預測是 在賀錦麗主政的前期 他的團隊大體上會延續拜登當局的對外政策 唯一令觀察家觸目的是 賀錦麗的副手玉宜智 有過長年涉足在與中國的交流實務 在競選副總統前 任職眾議院和州長的年間 玉宜智曾經在人權問題上 有言論和行為的鮮明表示 在這些對中國政府而言最敏感的幾大爭議時端上 玉宜智至少在兩個時端 1989年的學潮和西藏事務上留下了突出的記錄 前幾個星期 美國亦有派將玉宜智描繪成為 毛澤東主義分子 因為他對中國實在很大興趣 帶領學生團隊訪問了中國很多次 這類的標籤比美國評論界 包括一些公正的共和黨積極分子 稱之為胡說八道 目的是煽動選民反對賀錦麗和玉宜智 偏向於民主黨陣營的一位 資深中國事務研究員預測 賀錦麗當局在對華政策上 將會非常以重慾而知 在廣義的人權問題領域中 將會比拜登當局更強硬 賀錦麗當局應對中國的挑戰 還有其他幾個重要領域 首當其中當然是台灣問題 比較來說 在這個重大問題上 拜登在任職期間的表態 是自1981年以來 歷任美國總統之中 最為明確和強硬 烈根在競選期間 曾經揚言如果他執掌白宮 將會重建與台灣的正式外交關係 這個表態一出來 立即引發北京最強烈的反彈 丁學良當時在國內聽報告 鄧小平真摘白話 如果烈根總統埋出第一步 北京將會即刻斷絕 與美國的外交關係 在1981年1月初 烈根順利當選總統後 就立即降低了在這個問題上的刺激聲點 表示將會遵守 美中建交時的正式協定 只是保持與台灣的非官方關係 我們都觀察到最近這三年多 拜登在幾次回答記者的提問時 都說如果在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 爆發大規模的武裝衝突 他一定會動用美國的軍事力量 維護台灣的安全 雖然總統每次這樣表示之後 美國政府官員都會立即來講返 華盛頓對於台灣的政策 沒有甚麼特別的變化 都是維持著戰略模糊的立場 但是絕大多數的觀察家都不相信 拜登這樣說是純屬口誤 拜登身為美國武裝部隊總司令 在這樣的頭等問題上 作出這樣的明確表態 透露出他早有所準備 如果賀錦衛當局 延續拜登當局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 中美關係在未來四年都不會平緩 因為在2025年1月至2029年1月 台灣內會有重要的政治演化 揮曉著整個台灣東北亞區域的戰略狀態 會有明顯的變動 不過丁克良觀察到 賀錦麗當局不至於在台灣問題上 比拜登當局走得更遠 會適當降低口頭上對武力保護台灣的聲調 在另一個重大的事務 氣候變化的領域中 賀錦麗當局有望與中國 學多一些諒解和合作 賀錦麗來自加州 加州是全美國在氣候變化上民意最進步 資源投入最多 法規上走得最快的地區 在美中關係不太好的時候 加州州長紐失母 在2023年10月底訪問了中國大陸 還要來香港 重點是在氣候變化領域中 有雙邊的合作 賀錦麗當局在這個大事上 與紐失母應該是同聲同氣的 與中國的合作 對於兩國和全世界都是善舉 而且還能夠開拓到 新的商機和新的技術 我們第二個假設是 美國大選的勝出是特朗普團隊 如果說賀錦麗在對外 政策上是否一樣的人物 特朗普自然就是大半透明 雖然他說話可不可以 看他本人的表現 他對人權事務不太熟 特朗普自稱自己是孤立主義者 對台灣問題上不太在乎 至少新聞報道顯示 他認為台灣太小 在地圖上好像一顆點一樣 與中國大陸相比是微不足到 如果為了一個這麼小的島 與這麼大的中國發生嚴重對抗 對於美國而言 是很不明智 亦都不會有什麼實際的效果 所以如果特朗普第二次入住白宮 在對北京最敏感的兩大問題上 他本人不願意主動採取對抗的姿態 而且特朗普多次表態 他認為身為美國總統 他應該要與強大的外國政府首腦 建立良好的個人關係 這樣在處理麻煩糾紛時 容易踏上爹 還可以容易找到 雙方都能夠接受的交易渠道 在這種私下溝通的方式 遠遠勝過被媒體高度關注 公眾議論紛紛的官方外交場合 特朗普都很直接 他對於中國的權力架構非常欣賞 甚至是羨慕 在這一切都可以顯示到 特朗普第二次當上總統之後 他本人並不打算全面對抗中國 問題在於 特朗普並不是北韓模式的絕對獨裁者 就算他多讚賞金正恩的強勢 但他必須組建他的行政團隊 身邊至少將會有20位左右的資深閣員和顧問 他們在重要的政策問題上 有法定的權力作出決策 或者提供方案給總統作出決策 在特朗普上一任 國務卿 國防部長 首席貿易談判代表 國家安全顧問 司法部長等幾個人入面 都推動了重要的對華政策和法案 其中一點點和特朗普本身並不一致 特別是在2017年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 NSS 第一次正式把中國列為美國的頭號對手 深刻影響了之後這麼多年的NSS 美國資深的政界和軍界退休高官相信 川普經常被那些對中國不泡交易幻想的國員和顧問左右決定 我們不能夠預言 在川普第二任期 他身邊不會聚集類似的對華強硬分子 丁柯蘭在2018年之後的內地研討會上 都將特朗普比喻成為漢高組劉邦 劉邦上身上有披紙器 雖然被某些人看不見 他縱用了航信、張良和蕭河這些絕非平庸之輩 特朗普上一任期間針對中國商品的關稅 他覺得很仔細 他揚言他第二任期 將會對中國商品施加60%的關稅 他的副手曼斯都建議了更高的關稅 以便引導製造業在美國本土上重新興旺 挽救美國勞工階層 美國有學者估計 即使是60%的關稅 都將會導致中國經濟增長率至少降低2% 更加令人關注的是 美國議會中的強硬共和黨員正在推動法案 乾脆取消2001年被中國的永久聚位貿易國待遇 他們不停地論證 這種二十年來的待遇 令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操控防不升防 最有效的反制法 是回到2001年之前的美中貿易關係 拒絕將中國放在 和英國同類的貿易夥伴範疇中 如果是這樣 美國政府隨時有權對中國商品 施加高達100%的進口關稅 我們都知道 1972年開啟的美中關係的進程中 今時今日最關鍵的兩大項 是台灣問題和最惠貿易國待遇 如果這兩大項都被動搖甚至破損的話 中美關係的正面果實便所剩無幾 很多中國內地觀察者 將這次美國大選示威 在兩堆藍蘋果之間作出選擇 對雙方都看不上眼 不過如果被迫在這兩者之間作出挑選的話 丁鶴倫寧願看到 特朗普團隊擊敗 可感的團隊再次入主白宮 為甚麼呢 因為他的想法深受了 毛澤東當年對兩黨評價的影響 1972年2月18日 毛澤東會見到訪的美國總統尼克遜 毛澤東說 說老實 民主黨如果再上台的話 我們都不能不跟他打交道 我喜歡右派 很開心右派當政 毛澤東不是開玩笑的 在之前他已經作出公開的表示 中國官方毛澤東年譜裡面 都有詳細記錄了 毛澤東作為一個最激進的 左派中國革命家 不喜歡西方的左派 而喜歡西方的強硬右派 在裡面可以見到 深刻的政治辯證法 丁學能更願意見到特朗普贏 當然不是出自於 毛澤東式的激進主義革命考量 而是出自於 對既有的國際秩序的負面觀察 和對新秩序的展望 在這個非常易於引起 情緒化反彈的問題上 我們必須要有系統的浮飾 毫無疑問 香港近年都深深受困於 在這個既有的國際秩序之中 在這裏